大家好,我是陳紫遷律師 我今天換了一部iPhone 14 Pro來錄這條片 請問大家,網友覺得畫質漂亮了呢? 希望大家留言在下面 另外,今天小弟想跟大家說說 關於基組人員 首先可以零加零,有藍馬,回來香港 不需要零加三 即是不需要有黃馬 一回來就馬上可以在香港出去活動 可以去吃飯,各樣各樣的 未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CLS Comment、Like和Subscribe小弟的Channel 另外,希望各位網友可以把這條片看到最後 因為小弟的論述和分析是一路展開的 大家看到最後就可以完整地看到小弟的論述和分析了 事不宜遲 今天跟大家說,基組人員已經可以實踐 享受藍馬零加零了 這個絕對是好消息來的 由昨天開始,他們回來香港 已經可以不需要有黃馬的約束 即是可以回家洗個澡,就可以外出吃飯了 但是呢,他們必須要接受連續四天的核酸檢測 是麻煩了一點點,但都是好事來的 是的,只要陰性就沒有問題了 那小弟覺得呢 這個是我們對整個社會 會邁向零加零的重要一步 因為呢,現在很多人零加三底下已經出遊了 小弟很多朋友其實都已經飛了 有些就去了日本 有些就去了泰國 其實基組人員是緊張的 他們之前 閉環管理令他們的時間 都長了 變成現在他們可以做到零加零 就變成可以令到他們的人手 各樣各樣都鬆動 其實是好很多的 亦都令到航空公司 可以調配更多的航空機 是的,就可以一路一路輪轉 一路就可以走得暢順一點 因為亦都是為香港一步一步就熟常 作準備 這個可以大家這樣看 是一個先導計劃 超哥都說了 他是一步一步放寬 看情況、看數字 以及是不走回頭路 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不走回頭路 即是說只有更加開放 更加放寬 希望是這樣 政府就說 有消息 傳說今個星期就會說零加零 政府其實已經否認了 小弟覺得應該雖不中亦不遠 應該下個星期左右 都有可能 最遲 可能是超哥 十月十九號 宣讀施政報告的時候 就會宣布 但可能會再早一點 是的 那變成了 如果零加零 對香港的社會 各樣各樣都會好 當然 有利有弊 有些人就會飛了 多了人去旅行 機場又旺 機場的舖又旺 航空業又旺 這個是好 但是呢 可能香港本地的食股 就會少了人消費 這樣說 這個也有可能 但是我想這個衝擊 都是短暫的 是的 到時的食股 遲些 因為復償是全方位的 那些人飛了回來 可能全部的經濟就好 一個循環 經濟是循環來的 一路一路變好 因為如果你一路不開放 那糖水滾行雨 又不行的 另外如果零加零 到時 11月頭我們有金融高峰會 還有七人籃球賽 希望這些外國人士 一些外籍 西人 可以來到 更加可以帶回香港的經濟 令到灣仔 蘭桂芳 酒吧街 就黃 當然 最後 現在下一步 都說過了 可能 二十大之後 月尾 就會迎來另外一個好消息 就是說 因為 我們的祖國已經換屆了 可能就會有清晰的路線圖 跟我們祖國內地怎樣通關 是的 其實呢 整體來說 整件事是一路一路向好的 小弟也會繼續跟進 和大家分析 報道 是的 那大家怎麼看呢 對零加零有什麼期望呢 覺得什麼時候會零加零呢 是的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小弟會回應的 多謝大家